到新闻大罪集的节目现场 既然花了大钱去整形了 当然就希望 自己可以大变身 变得更漂亮啊 谁都不想要整形失败 所以你挑选诊所 挑选医师就变得很重要了 盛美究竟在整形前后 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而且以你的亲身经历 当初有熔炉过 其实熔炉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对 其实应该是说手术后 你怎么样去维护它 或者是让它可以 变成你要的样子很重要 是靠你自己 其实不是靠医生 包括我刚刚讲的 手术之后我们要开始按摩 医生就有再三交代说 因为你不按摩一定会夹膜软缩 所以不论如何痛 你都要开始按摩 尤其按摩会让它形状变得很好 我就要讲一个迷思 刚其实肃琴也提到 很多人他会陷入一种症状 是说我就是要左右对称 我眼睛要大小一样 那我胸部也要大小一样 可是今天有一个新闻 各位大部分人眼睛 都是大小不一样的 只是有些人明显 有些人不明显 那请问你如果眼睛 本来大小不一样 你要去割双眼皮 割完之后 你会抱怨医生说 我怎么都大小眼 医生说你本来就大小眼 就是它的技术 只能慢慢帮你接近 但没有办法完全一样 那胸部也是 其实我做完之后 我也发现大小不一样 那有一些病人 可能就会觉得 医生你怎么帮我做大小不一样 那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我本来就大小不一样 没有关系 更何况 那么在乎干嘛 我又不是每天都穿begini 我只希望他胸型好看而已 也是医师眼中的好病患 我没有陷入那个迷思 可是我一开始会 我一开始也是有去跟医生 就是抱怨两句说 为什么大小不一样 医生就说 我放进去的那个是一样的 可是你的基地不一样大 你不能快活 就是有时候 不是技术可以克服 那医生就会建议说 你多按摩 就让他可以比较接近 那我要讲究说 有一些病人 其实你的问题在于 你对自己是不满意的 到最后 你会把所有错都怪在医师身上 医师不能救你所有的 所以最好是 你自己要有一个健全的想法 再去做 你不要觉得 我现在失恋了 或我现在失业了 所以我赶快就去做 然后做完又一直骂医生 说怎么做成这样 这就会陷入一个轮回 最好是不要这样一个状况 之下去做 变美还是要靠自己 有一句话 人就说 天下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好 现在既然 如果你想要靠这个医师 来让你变美的话 你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好 肃清最后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真的要去 比如说整型的话 以你比较专业的一个医疗 跑医疗的一个经验 有没有哪一些案例 你要提出来跟大家说明 就是说 你要特别注意 哪些状况会出现呢 第一个就是你整型的原因 如果你是为了什么 挽回什么你老公啊 或者因为老公说你胸部太小 或什么脸丑 那他是骗你的 因为他只是因为 他有其他理由 他不想直接说 因为你会发现 很多为了这个理由去整型 后来绝对都不会挽回他老公 所以第一个 你为什么要整型 要想清楚 因为我之前有认识 那很成功的 因为他一辈子就觉得 我是一个很成功的女性 我只插一个就是说 我的胸部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贫 所以连全家人都投票 一字认同你可以去整 所以他去整 整了之后他出国留学 他觉得整个人生都很顺利 这样OK 但是我们遇过那种 为了老公去整大 结果更惨是他回来的时候 两边一高一低 因为一边乱缩一边没有 所以就变得很可怕 老公跑得更远的 这种也有 所以一定要认清楚为什么 第二个一定要认清楚说 我的财力是不是足够负担的 因为你不要骗自己 说那什么甜蜜的负荷 你想你今天花20万 结果你要5年痛苦 非常的痛苦说 我怎么样还这个钱 我觉得不值得 你可以等自己财力 更丰富的时候 更成熟的时候来想 第三个要散选诊所 因为这样我们刚才讲的 有些诊所 他甚至不一定是医生帮你做 有些诊所甚至连 麻醉或什么都不知道干嘛 我以前还听过台中 有一家割霜眼皮 超便宜的 那台中什么 中南部割霜眼皮都超便宜的 点质拉雷射 还有那种躲在市场里面的 小枕鼠也可以割霜眼皮 都号称说他割超美 说明他真的割超美 但是问题是 那个风险也相对很大 就是他那个不是正牌的医生 所以你要知道说 他的价格便宜为什么 他的是不是 货比三家并且搜寻资讯 他是正确的医生 这样之后 第四个你一定要知道 自己本来的条件 就像你50岁 拿一个Angela Baby 叫人家帮你那种 是不是 你也不要为难他 像我以前常常剪头发的时候 剪头发的时候 我都用那个什么 黑木桶啊 就是我要剪这样 我想说我的发型设计师 看的也是很头痛 你头发是可以长得跟他一样 那脸是差很多的啊 就是你要知道 自己本身的条件 要很理智的看待整形 这件事情 不要去过度的幻想 跟过度期待我的整形 会改变我的人生 我突然间就变成灰姑娘 变成很 然后变成仙女之类 是不可能 这些都想清楚了之后 你才去做 对于整形 你也不要有太高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 那邱医师最后 你要给大家一些 整形的正确观念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去抽脂啊 就说我想要变瘦 但是其实抽脂不是变瘦 它只是雕塑体型 是不是有这样的提醒 最后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对 利用这个机会 跟各位观众来提醒一下 整形不是变魔术 当然大家就是会 有一个很完美的 一个形象在心中 希望变成这个形象 比如说Angela Baby 但是并不是说 你做了双眼皮皮 鼻子下巴 消骨甚至 什么都做了 你就会变成它 我们整形是有极限的 那这也是我一直在 跟所有的病人提醒的 所以说你真的 像刚刚两位来宾讲的一样 你要先厘清自己 要整到什么样的状况 那跟医生做很好的沟通 那医生会把这个 他做得到的部分 好好的仔细跟你讲 那你愿意 可以接受呢 再去做 这才是正确的观念 而且不要整上瘾 就是一整再整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有一句话说 有自信的女人 才是最美的 而且天然的雄鹤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我就不是天生美女 如果想要靠整形 来恢复自己的信心 这当然可以 但是要提醒大家 就像刚刚一师提醒 你千万不要整形 整上瘾 因为一旦整形过了头 不仅伤了荷包 可能你卡也被刷爆了 还可能会赔上自己的健康 这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 来到节目当中 也感谢你的收看 下个星期请持续锁定 新闻大追集 我们再会